這一節我們在說什麼呢 大家真的要聽清楚 這是關乎你們的未來 過去的年紀裡面 我們做了很多場面關於移民的談話 甚至乎有很多朋友 通過我們的相關公司 就已經移居海外做世界公民 不是二等公民 但如果大家聽過很多的談話 他們未必很興奮 好像我說話那麼好聽 我講的是林匡正的唐大哥 Eric 林先生 其實他們真的做了十多年了 只是做移民經 是專科 今天我想講的其中一些個案 大家留意著 在英國 我想大家有BNO機的話 就不用我們幫忙 不過我們其實已經組織了 在那邊組織的那間 叫招巴你們的公司 未講收費的住 即是那些好 什麼的 那全程會幫你 例如帶你去看樓 看樓 租樓 去找社區 住社區 開公司 開學 保險 戶口 對 找工作等等 盡量可以幫到的東西 電話費 開手機電話 TV線 盡量可以幫你 大家就不用這麼擔心 有專業人士 好了 我們主要是說移民加拿大 因為我們已經成功過 而且這個普遍是受歡迎的 第一 就是用技術移民 之前周哥上來都講過 但是清晰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之前 上星期也講過會計的人 其實你是在做什麼都好 你都可以找我們 Eric 或者你的同事幫你 還用這個技術移民 當然 最直接就是這個 雖然我們都沒有做過 有人問 就是保加利亞 廢人是煩 混蛋 屌你了 300萬港元 其實這個不是 有些人說沒有移民監 不用考試 什麼都不用 直接給你歐盟護照 好像要一年左右 是的 一年左右 但是 其實 它的行程就不是這樣的 它本身有一個更厲害的 大約要成千萬港元 就等它跟你投資 即是看贏的書 於是香港的移民公司 寧願跟你說 不如不要這麼煩 屌你老母 成千萬港元 你都不知道什麼 保加利亞股票 屌老保加利亞 見保加利亞 不是吧 所以它就收你三分之一 一次過 但是就不會給你錢 這個就變成現在這樣 就是300萬元 一次過 拿護照 你這些所有東西 其實 我不知道這個禮拜是否搞得到 所以是年尾 其實 因為外面是限聚令 如果大家上來我們這裡 我們的研究室 其實都可以容納十多二十人的 舒舒服服上 那個人就不好了 又有什麼 雖然我有一個二氧化錄機在這裡 我看看什麼時候可以的話 我自齊電視 那些東西有沒有那麼大 我們在這裡搞一些小型 十個八個 因為大家聊得更好 十一二個 就分別去搞這些講座 尤其是在這裡 在研究室 我也會在這裡 正也會在這裡 大家要靠近一點 除了聽完Eric他們說之外 這些實質問題 研究的 還有一些鼓勵 要鼓勵 我跟大家說 這個世界上 沒有 成不成功的事情 不知道 但是千里之行 就恥於足下 而我做人的經驗 特別是做地產給我的經驗 其實很多時候是需要別人踢你的 人人都是這樣明知道 明知道糟糕了 那怎麼辦呢 然後我想媽媽又怎麼樣 想了很多東西 很多藉口會卡住自己 吊得我們來跟你射龍門 當然最後要自己考慮 現在這個世界 譬如說年輕人有這麼多機會去外國 其實我個人認為台灣、加拿大和… 歐文護照的保加利亞 我不是 葡萄嗎 我反而是葡萄 還有一層樓 有層樓 有層樓在這裡 有什麼事可以住 有三百多萬 去旺區 我們怎麼聯絡 有興趣查詢 難道找我嗎 阿正就會交給你的資料 給他哥哥 然後就會跟你聯繫 不一定是要做到生意 我們說我們做生意的口碼也好 你真的要去了解 不要自己上網看 是 網友問我們會不會幫別人做BNO visa 當然會 不過等他出來才行 我都要看什麼資料才知道 是 其實有些人說 下地做也可以 下地做也可以 但有些人的英文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現在香港那邊 會有些香港人不幫到你們 但是你說不是 始終是代錯 visa 去到感覺就實正一點 好過去 我狗狗說原來你沒有資格 因為有些人的BNO都不見了 那又是另一件事 這真是安心出行 但我跟大家說 終然是這樣 我是想不明白 為何你們不拿回BNO 這不是給我BNO的生意 因為 你不知道特區護照會發生成怎樣 剛才我所說的情況 你無論如何只要特區護照 去保護自己 但當你在外國 譬如你在英國住的時候 你再出入世界任何地方 譬如日本那些 我覺得BNO才會方便很多 你這樣搞法慢慢 你怎知道這些地方 不肯給 現在你日本也有大膜 是啊 你有沒有DONALD CHUN 未必做到 很大機會做不到 實在是DONALD CHUN 不會啊 那麼你現在的疫情 今年的疫苗可能玩多一年 是DONALD CHUN 那是DONALD CHUN 那是DONALD CHUN